《尊敬根本上师》 其实我们尊敬根本上师 他有这个深口意的供养 深口意就是用你的身体的亲近 口的亲近跟意念的亲近 去供养你的根本上师 这是最好的供养 是最好的最高等的供养 那么一般的外供养 外供养是什么呢 外供养就是你身体去帮师尊刨腿 去宣扬真佛秘法 这也是一种外供养 最好的供养是身体的亲近 去供养 那么口供养是什么 口供养最好的供养是赞扬 赞扬自己的根本上师 或者是你讲根本上师的好话 不是在背后批评毁谤 这个骂根本上师 那就更不好了 就是口的亲近 你口只要不妄语 不两识 不恶口 不歧义 不讲那些不应该讲的话 不讲那些假的话 那么妄语 不两识 就不要这个讲 跟这个讲那个人不好 再跑去跟这个讲 这个人不好 让两边打架 这个就是两识 恶口就是骂粗话 骂粗话 这个都不好的 这样子就是内在口亲近的供养 这是最好的供养 那用口来赞扬 或者用口来讲好话 讲好听的话 用口来讲佛语 再说法 就是属于外法 内法跟外法是这样子分的 这个供养有好多种 那么身口意念 意念的供养最重要 所谓意念的亲近 就是说 你完全没有烦恼忘念 用这个意念来供养 是最高的供养 那么意念呢 在想念根本上师 想念佛 想念法 想念身 这也是脑海里面的亲近 是很好的供养 这是很好的供养 那么意念 如果有不好的 想到不好的 那你必须要常常做忏悔 那么再说